同学们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二课当中课文的讲解 那么第二课的课文呢,相对来说它的难度并不大 而且呢有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们呢就分别去加以处理 我们分别看一下我们整个的文章 Our week is always reaching money for one course or another 我们教区的牧师啊会以各种理由去筹款 那么在第一句话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语法结构 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大家一定要关注,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这里面呢会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信号性的词汇 那就是always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always这样的词汇呢 学过新概念二册的同学应该去清楚的知道 这个词的含义叫总是 而且呢它是一种时态的标志 这种时态呢叫做一般现代时 可是大家会发现always 在这个,在我们第二课当中呢 它呢却是和进行时态联用 所以这儿啊大家应该去记下一个重要的语法点 那就是说 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它呢如果是always这样的词汇 就大家记住一个这样的一个术语 这种叫做频度复词 如果频度复词类似于always这样的词汇 如果是和进行时态联用 大家再注意一下 我说的是和进行时态联用 并没有说和现在进行时联用 大家想啊 进行时态也包括现在进行时 过去进行时 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有啊 所以来说呢我们只是说和进行时态联用 那么和这样的词联用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它呢是表示一种说话的人的不满和抱怨 再加以重复 always叫什么词汇 对叫做频度复词 如果频度复词和进行时态联用 是表示说话的人的不满和抱怨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第一句话 always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那当然他的意思是 我们教区的牧师 是以各种理由来筹款 那么在这句话里面 大家是不是应该发现 他应该加一个词叫 总是以各种理由去筹款啊 大家注意我的语气啊 总是以 换言之 从作者的角度来讲 他乐不乐意被筹那么多款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 所以第一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教区的牧师 他经常以或总是以各种理由去筹款 括号 前台词是 我不乐意 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造这样一句 非常清楚的话语 我们说这个学生上课总迟到 和第二句话 这个学生经常迟到 大家可以怎么说呢 如果大家要表示这个学生经常迟到 我们的答案是 He is often late 或者是 He often goes to school late 都可以啊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种话语只是在陈述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 可是如果我们会表达内心当中的不满 和一种怨恨 那当然我们就会说 He is always Being late for school 我再说一遍哈 He is always being late for school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be always 和进行事态连用 表示说话的人的一种不满和抱怨了 好 我们继续 我们教区的牧师 总是以各种流去筹款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但是 他却从来没有筹够足够的钱 把教堂的钟去修理一下 这句话非常简单 这里面大家首先关注的就是 设法筹钱 当然叫 Manage to get enough money 另外一块呢 就是在中学的一个句型 Have something done 就是让别人去干什么事 The big clock We used to strike the hours day and night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在说这句话以前呢 我们还得去回头关注一下 刚才在第二句话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句型 Our week is always receiving money for one course or another 我们教区的牧师总是以各种理由去筹款 那么我们这时候会发现一个状态 指的是说叫各种 就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屏幕 各种各样 One or another 各种各样 Some people have learning difficulties of one sort or another 有些人呢 他们有一些学习方面的困难 哪些困难呢 of one sort or another 是这种或那种困难 而第二个状态 我们当然会说 people who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can't have children 那么现在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他说有些人呢 就根据科学统计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不能去要自己的小孩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one or another 它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 one or another 指的是这种或那种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叫某种 所以这个结构呢 将来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 要去运用到这个词汇 叫one or another 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词汇 就是one after another 那大家可以想见 small businesses have been collapsing one after another 一些小的企业 现在呢是一个接一个倒闭 而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one after another的意思是 一个接一个 而大家还记不记得 刚才那句话 我们说 这个或那个 或者是某种 怎么说呀 对答案是叫做one or another 好 那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我们下一句 那么在下一句当中呢 我们会想到 他呢虽然是以各种理由筹款吧 但是呢 从来没有设法筹够足够的资金 去把教堂的钟去修一下 the big clock which 这个大家需要去做一个标志 which 它的意思是 电影从据的标志 那么好 有一只大钟 有一只大钟 which used to strike the hours day and night 有一只啊 是过去常常 暴时的钟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 在很多年以前 就已经坏掉了 再往下并一句 and ha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那么从此以后啊 就悄无声息 在这句话当中呢 我们需要发 发现 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词组 叫strike the hours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会发现 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想到 strike the hours strike 我们中学的时候呢 指的是说 敲打 敲敲打打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想得到 strike the hours 在我们的三侧这边啊 现在它已经完全拓展为 strike 可以加一个名词的结构 大家注意啊 不见得非要去加 敲击一个东西 我们会发现 第一块 strike the hours 根据我们上下文 咱们第二课的意思 指的是叫做 暴时 而另一块 he was fighting he was finally difficul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his family and his work 那么他现在发现 在自己的家庭 和他的工作之间 非常难于去 strike a balance 大家会发现 我们能不能说 敲打一个平衡啊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叫做 strike a balance the意思是取得平衡 这时候我们再去 简单的去做一个小总结 在汉语当中 我们会经常说取得 所以有的同学啊 那么在自己再去说口语 或者是在写文章的时候 就会在头脑当中呢 去这样思考 取得会怎么说呢 于是呢 他可能会在自己以前 所背过的单词当中 去寻找一个词 叫做取得 所以即使你能够找得见 这个取得的词汇 写到了文章里面 去用我们的嘴巴 把它表达出来 那也是典型的 English 就是中式英语 所以现在我们几乎每一个老师 都会在每一节课提示里面 to think everything in natural English 要用地道的英文逻辑去思考 而不能去完全靠汉语的思维 去加以翻译 那么如果翻译完了以后 几乎可以断定 那么我们的答案 是不是错的 那也是不合乎他们的自然规范的 所以再说一下 取得平衡 strike a balance 那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结构 strike a bargain 也可以叫做 strike a deal 这个的含义 大家知道 bargain 在新概念英语第三侧 也会提到 后面也会提到这个问题 bargain叫 讨价还价 那它当然指的是 agree to do something for someone if you do something for you 那么也就是说 在双方之间我们会达成一个协议 会双方之间的同意做什么事情 这个情况叫strike a bargain 也就是达成共识 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 约定去达成这样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东西 叫strike a balance 那么另一块呢 是一个在高端考试里面的一个词汇 这个词呢 大家可以在将来 去做进一步提升的时候呢 去记住 但是这个词啊 也非常重要 叫strike a happy or cheerful or cautious note 大家会发现 happy cheerful 和 cautious 类似这样的词汇呢 是可以改正的 我觉得是可以去修正的 happy 高兴 cheerful 兴高采烈的 cautious 是小心的 而note 这个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 表示的是叫笔记本 或笔记 不是这样的 note 它的含义是叫 attitude or feeling 就是一种感觉 所以strike a happy chearful 或者类似于这样 叫cautious note 它的意思是 表达一种特定的态度 或表达一种特定的感情 所以我们会看到 the article struck a happy note 那么这个文章呢 是表达了一种 非常 欣慰 或非常高兴的 情绪 所以咱们再复习一下 对于strike而言 我们现在已经提到了 在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第二课当中 我们呢 已经提到了四个结构了 它们分别是 报时 strike the hours 取得平衡 strike a balance 那么达成一致 达成共识 strike a bargain strike a deal 也可以叫做 表达 什么什么样的思想 表达什么什么样的 一种感情 我们当然可以说 strike a happy note strike a cheerful note or strike a cautious note 所以这一块呢 非常重要 好了 我们再往下去 关注哈 那你知道strike 这四个答案 弄完以后呢 那么我再去比较两个词 这两个词呢 是在刚才我说过的 这两个四个词以外的 一种额外的附加 这两个附加呢 是将来为了大家 进一步提升 所做的铺垫 一块呢叫 strike a cold 大家知道 could 它的含义叫 to do something or say something that other people agree agree with or have sympathy with something 那么这个时候呢 指的是说 大家可以猜猜 什么意思呀 the story is bound to strike a cold with all parents 那么他们的故事 注定要对所有的父母 都要去敲动着一个 could 那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含义指的是叫 引起共鸣 或者是获得大家的一种 欣赏或同意的意思 这块呢叫strike a cold 而将来我们在六级当中呢 还会碰到一个词组 叫strike a match 它的意思是叫 什么火柴 对 特别很聪明 它的含义叫 滑火柴 那好了 现在我们最后 再费一点口舌 是把前面的四个词组 再加上后面两个词组 我们再加以复习 它们分别是 报时 strike the hours 取得平衡 strike a balance 达成共识 strike a bargain 表达一种思想 strike a note 就是前方的四块 而我们会发现在下一方 就是在下一个部分呢 我们还有两个 补充了两个 它们是叫做 strike a cold 和strike a match 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对 第一个含义叫做 获得大家的 这样一种共鸣 第二个意思呢 叫滑火柴 所以strike将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不要把strike 记忆成为 敲或打 而要把它非常灵活地去处理成 不同的结构 这就是很多老师都会提到一个问题 叫做词不离句 句不离词 不要去单独地记忆这个词的含义 好 咱们继续再看 那么这知大中 定从句 过去常常报时的大中 大家换一词组 used to used to 这个词刚才我说过 叫过去常常 那从我们本身来讲 大家一定要知道 used to 它呢要和 另一个词汇 be used to 要加以区分 而且在考试里面 也会经常提到 used to的意思是 过去常常 而be used to 它的意思呢 叫习惯于 再说一遍哈 过去常常是谁 对 叫used to 而be used to的意思是叫 习惯于 那么从大家来讲呢 还需要掌握的第二个 第二层含义是 used to的意思是 过去常常 大家注意 一定要去加 do something 而be used to 它的意思呢 叫习惯于 方便加什么 对 叫doing something 所以这两块 大家应该去 牢牢地加以记住 行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下一部分 他说这支大钟啊 是过去常常 暴食的大钟 它呢 是有一段 很多年以前 就坏掉了 而且从此以后啊 就默不作声 我们处理一下第二段 one night however a wicker woke up with the start 但是一天晚上 我们的牧师 他呢 就醒来了 这时候大家关注 一个词组 with the start wake up with the start 那么我们根据 上下文 就会发现 start 它的含义叫吃惊 但是在这一块啊 大家必须要 在心中呢 非常细致的 或非常敏感的 发现 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 LG Alexander 亚历山大先生 他用的词汇叫做 start 而不是用surprise 因为start 和surprise 它在意思上 都是一致的 叫做吃惊 那可是为什么 在这里 亚历山大先生 用的是start 而没有用 另一个相同的词汇 叫做吃惊呢 好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start 它的含义 start 的意思是 a sudden movement of your body and usually caused by fear or surprise 其实啊 它的含义指的是 由于大家害怕 或者是由于大家吃惊 而产生的 身体上的一个 突然的动作 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 start 它其实的意思是叫谁 吓了一个吗 对 同学很聪明 叫做吓了一跳 所以这时候啊 你就发现 比如说我们会想得到 she said she said his name and Tom gave a start 他提到了 这个Tom的名字 所以Tom 吓了一跳 所以比如像 你正在上课睡觉 突然老师说Tom 所以当然学生会吓了一跳 对不对 那么这一块来讲呢 start 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词汇 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时候 一方面呢 要把一些 大家觉得比较难的词汇记下来 其实啊 还有另一个关键点也很重要 那就是对一些我们看似非常熟悉的小词 也是需要牢牢地加以关注 好 我们再往下去观看文章 有一天晚上 我们的牧师 他呢就醒了 The clock was striking the hours 这个钟呢 正在爆时 Look in his porch looking 这个大家做一个标志 他的意思呢 是叫 分词结构做状语 看了一眼他的手表 He saw that That 这话语圈 它呢是 冰语从句的标志 他发现 It was one o'clock 只有晚上一点钟 那么我们再往下 But the bell struck 13 times Before it stopped 但是你知道 钟啊 是敲了十三下 才停 大家注意哈 Before的意思是叫 Teal 是直到的含义 Armed with a torch 重点 拿着手电 The vicar went up into the clock tower to see what else is going on 拿着手电呢 牧师就上了钟楼 想去查看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状语 叫Armed with 就是拿着 那么拿着手电 这个词汇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最容易理解 大家会发现 Armed with 它还可以拿什么 Armed with The facts and figures 还可以拿的是事实 和数字 大家会发现 例句二里面 I went out Armed with my books 我呢 是出去了 手里拿着书 大家会发现 在例句一 和例句二里面 它最关键的点 是在哪儿 对 同学可能已经很清楚地 看见一个问题 这个Armed 这种词汇啊 如果是加一个 切切实实存在的东西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这个叫Armed with something 但是 它还可以表示一些 相对来讲 比较抽象的东西 比如说像 knowledge 知识 比如说像 skills 能力 比如说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facts and figures 事实 还有一些数据 所以将来我们在自己造句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状语呢 去灵活地加以应用 而不要简简单单地认为 Armed 这个词呢 它的含义呢 是叫做 只能说拿着一本书 或者是拿着一只手电而已 所以这个结构 一定要关注啊 那么拿着手电 我们的牧师上了钟楼 他呢 是想看一下 正在发生 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继续 In the torchlight 在手电光的照下 He caught set of a figure 它呢 是看见一个人影 Whom 这个画一圈 它呢 是一个定义从具 因为它是做兵格的 所以来说 Whom 它是从 Who 改成了Whom 所以这时候 大家会发现 Whom 这个大家画一圈 它呢 是可以要去 如果要是还原的话 大家会发现 应该还原到什么地方 对 是应该还原到 recognize 是做recognize的宾语的 所以它顾名思义 做兵格嘛 所以它就改成了叫 从Who 换成了Who的 兵格形式 叫Whom 于是乎呢 第二段就结束了 它的意思是 在手电光的照下 它呢 是看见一个人影 而我们的牧师 立刻就认出 这是我们当地 杂货店的店主 叫做Bill Wilkins 而从我们的第三段开始 其实有很多的小段落 这都是在对话题的 这些文字看着很简单 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 加以模仿 甚至是加以 深刻理解的一些段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口头是怎么说 Whatever do you appear bill ask the weekend surprise 您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呢 那么这个牧师 非常吃惊地问 答 I'm trying to repair the bill 我呢 在试图修理这个中 answered Bill I'll be coming up here night after night for weeks now 您知道我呢 已经是连续几周 是每天晚上来这里了 大家注意 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时态 什么时态啊 对 叫做现在完成 进行时 它表示在过去发生 而且会延续一段时间 You see 您知道 I was hoping to give you a surprise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呢 You certainly did give me a surprise answered Sedvika 那么您确实给我一个惊喜 这句话里面 大家需要关注一个结构 就是那个强调句型 Did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因为give前面 它加了一个do的一个过去式 是表示强调的 所以这儿的意思呢 是叫做 您确实给了我一个惊喜 Sedvika You probably woken up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as well 您可能也会吵醒了 全村的所有人了 大家会还记着吗 wake up 它的含义叫唤醒 在我们前面 去提到词汇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 wake up 我们是用一个词来说的 你还记得是哪个词吗 唤醒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会想得到 当时我们这个唤醒 是用哪个词 还记着吗 对 这个词叫做 arouse 行 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意思是这样说 你呢 也可能去吵醒了 全村的每一个人 steal 就在画一个词 叫steal steal的含义呢 它的意思啊 并不是 但是 它的含义叫做 虽然这样 但是 换言之 它是一个让步状语 这是一个让步的 即使这样 I'm glad 虽然这样 这个钟 还是 挺高兴 我挺高兴 它能够走了 这段话呢 大家就说完了 好 That's the trouble 这就是问题所在 牧师 必要回答说 It's working all right 那现在呢 它的工作十分正常 But I'm afraid that at one o'clock it will strike it will strike out thirteen times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it 但是 我担心的是 That 这个大家需要 做一标志 That 这是一个 表语重句 那么 我担心的是 在一点中的时候 它呢 会敲十三下 而我本人 却 却无能为力 这个时候 大家有一个 有重要的一个词组 叫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it 所以将来 如果我们要去表达 这样一个结构 我对这个事情 无能为力 爱莫能助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可以 用到这样一个结构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it 对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的最后一段 We'll get used to that bill 我们慢慢的呀 就会习惯的 bill sat vika 那么 牧师说道 Thirteen is not as good as one 十三 虽然不如一好 But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但是总比没有强 Now let's go downstairs and have a cup of tea 而现在让我们 去下楼 去喝一杯茶 刚才上面那些段落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它们是非常好的 一个范例 是在A和B之间 两个人 进行的一个对话 而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在最后一块 又出现了一个 在考试里面的一个 口头的 或者是在听语当中 经常考到的一个词组 就是喝一杯茶 Have a cup of tea 这个词的表面的含义呢 叫喝茶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the type that you like 就是你所喜欢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不是你所喜欢的 都可以 如果要是是 大家就可以说 This is my type of tea 如果说不是 就可以说 Isn't my type of tea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个例句 我们说的是 Jazz Just isn't my cup of tea I prefer classical music 爵士乐 并不是 我喜欢的那杯茶 我更喜欢 古典乐 大家会发现 在字面上的含义呢 是这样 叫做 那杯茶 爵士乐 不是我那杯茶 有的地方的人呢 会把它说成 这不是我的菜 其实 它最根本的意思就是 这不符合我的口味 所以我们这边呢 我们会说到 我 不是特别喜欢 爵士乐 而古典乐 是我的青睐对象 当然也可以说 By the time he arrived Richard was already deep in his cups 这个结构 是在高端考试里面的 另一个句型 在他到达以前 Richard 他已经 是在自己的杯子里面了 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 对 他的含义 指的是叫做 完全醉倒了 那么在他到达以前 Richard 已经深深的 在他的杯子里面了 就有点像 已经是 不省人事的样子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课文 处理完毕 我们呢 是 新概念英语的第三册 他的第二课 他的课文就说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